图片报盘点了德甲各队替补球员的心思,合策以800万欧元高居第一,拜人编辈拉菲尼亚和狼保释号尤努斯·马尔雷,450万欧元并列次席,替补年薪排名第四的是切尔雷。 第二期就将迪桑托·沙尔克零四,400万欧元,第五的则是27岁的前德国国角克拉莫·门星,350万欧元,图片报评论,26岁的格策,依然没有从球场上的困顿中走出,不过他一点都不差钱,800万欧元的年薪让其成为德甲最贵的板凳球员,新赛季德甲两轮战罢,格策,克拉莫尚未在联赛中获得出场机会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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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